哈喽大家晚上好 现在是我们洛杉矶时间2017年的最后一天的晚上 我现在跟Lucas还有我们领导去请我们团队的成员吃饭 辞旧迎新 感谢他们这一年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要路过一下收发室 寄两封信 在美国如果是独栋别墅类的住宅 你门口会有一个邮箱 邮递员会来投递 然后你要寄信的时候 你把信放进去 把邮箱旁边的一个标志立起来 投递员就知道那里有信需要去走去寄 如果是集体类的公寓的住宅 这种集体邮箱会有一个向外投递的outgoing mail 你就往那个里面放信 那个快递员就会把它去走了 我们排了位置大概35分钟 有冷了不冷吗 我不冷啊 好冷啊 贵箱一直是这么骚 还穿半截袖 我们都穿两件 连帽衫 那你们就要趴着到 该怎么 除了洛杉矶市中心之外 其实洛杉矶的大部分卫星城都没有一个所谓的市中心 像尔湾这个地方就有很多散步的商业区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尔湾 Spectrum Center 它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商业区 周围城市的人都会在这里来shopping来吃饭或者吃娱乐 包括那边有电影院 旋转木马摩天轮这些 刚才在Vlogging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过来问我 这个上面顶得的是什么东西 我跟他解释说是一个麦克风 所以在公共场合这样Vlog就会遇到很多人很好奇我在干什么 然后最后他还祝我玩得愉快说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可以记录生活 然后Happy New Year 刘宝安冲过来问我是在做什么 我跟他解释说我在Vlogging 他问我是Personal Use还是For Commercial 他我说我有一个YouTube Channel 然后没有很多人订阅 你要不要订阅我 他说如果我只是Vlogging的话也没有关系 但如果我是拍摄用来做商业题材的话就不行 这家营运商叫Verizon Verizon是美国最好的营运商 它的网络覆盖最广信号最强 所以如果你要出到美国买信号最强的营运商 就是他家了Verizon 但是也是最贵的 我们前几天去山上滑雪 除了Verizon之外全部都没有信号 所有的运营商都没有信号 我们来到点了杯啤酒 然后这个服务生就要检查他的ID 确保他是18岁超才能做 哇塞 今天胖总最深的打扮 这是花 他刚来的好不要 来来来来 照到胸前这朵花 人家里面还有花 里面还有花 哎呦 胖总一直是我们衣着打扮的领头羊 先锋人物 摄像机就开不下香口了 哎呀 太香了 我这个跟胖总坐在一起感觉自己像 没有我才是很容易 香里面 香里面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哦 哈哈哈哈 哈哈 要不要玩 好 真潇洒 浩龙在买单好潇洒的哦 这必须潇洒的 嗯 千次都不潇洒了什么时候还潇洒 哈哈哈哈 是吧 哦我笑的脸都疼了 对 这两边好疼 帮龙你说这么潇洒的刹你自己的卡就更好了 哈哈那是肉盆了 其实是这样的 要跨年了 我们这边要跨年了 今天晚上是20 明天都是118号 18点1月1号了 哈哈 重庆化 明天早上是2018年的第一天 我刚刚就这样说的 合个影嘛 哈哈哈哈 你怎么能够抽出他心理 人家都看着我们的 哈哈哈哈 刚才一直在逗小胖玩 他要我们给他拍照 然后他们四个人拿着手机给他打光 然后我一直在给他们拍照片 忘了把这个 忘了把这个 哈哈哈哈 又来打光了 哈哈哈哈 忘了把这个vlog下来了 不是后面的人都在看我们在干嘛呢 哈哈哈哈 老科 那个你这样可以采访一下他 我们在房间打光他往前走 是不是感觉像明星出来了 走红地毯吗 是 刚才安心说了 我背个包 拿个相机 然后旁边的人给你打着光 嗯 简直就是你的私人护卫队 这个T-MOGO 另外一家移动运营商 但是信号不太好 很一般 第二位的应该是AT&T Vorizon AT&T 第三位的大概是T-MOGO 或者Spring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你够了 够了够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华总你的老师来是哪 来 来三点 来三点 来接他的 没有 没有 没干什么 没没干什么 拍录的 对 过分一点才是我抓的 觉得那个是我们要把你砸 去居留所的 你赶紧回你一样 你回你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干爹我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都还想当干爹 哈哈哈哈 好啦今天晚上到此结束 回家啦 拜拜 明年见 明年见 一七年完美收官 明年见 拜拜 看看你儿子说什么 哈哈 Aqua аст 甚至已不转